好,在学习了类似对象之后 今天我们就学习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类似 这个类似到底怎么个弄法呢 怎么处理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我觉得掌握 你想彻底掌握类似的指向的话 我觉得有三个点 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个是什么呢 类似它指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类似可以书写在 就是四个单词可以写在哪个地方 第三个就是决定类似的指向的对象的值 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把这三个搞清楚的话 我觉得就够了 第一个我们来现在说第一个 就是类似呢 它这个东西指向的时候 永远是一个对象 这是第一点 类似指向是个对象 第二点就是什么 类似可以写在哪些地方 我觉得我整理了一下 大概有两个地方是可以写类似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在介绍代码里面像这样 全局的一些东西 这是类似可以写在这里 第二个点呢 就是类似可以写在函数里面去 这是第二点 那么说到写在函数里面呢 又分为三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随便写一个普通的函数 在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写类似 类似等这样写上 这是第一种情况 而第二种情况呢 类似可以写在这种东西里面去 比方说FARO等于 第二个对象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对象里面呢 点入到Name CG 然后点入Print Function 本质上它是写在函数的 但是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函数是属于这个对象的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concel.log 类似.name 这是这个 可以写在这种情况的函数 然后还有一种书写的情况呢 就是什么呢 平时我们写多么操作的时候 比方一二一 你就等于Document Document.getElementById 这样得到一个ID 好 得到了之后呢 然后你就给那个对象加一个 比方说一二一点 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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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click是不是 click 然后你写一个回答函数 匿名的回答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就可以写上一个 类似 然后比方说我们concel.log类似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掩饰它了 自己 大家下次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三种情况 我们现在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最简单的 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似 永远指向的是这个多么燃数 也就是说引发这个视镜的一个对象 这个 这个地方呢 就没什么变化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比较好解决的 关键是看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呢 它就这个类似的指向会经常会变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保存一下 把这东西都去掉 保存一下 我们的通过一个一个代码来 引识这个问题 刷新一下 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了之后 我们就看一下Odin OdinPrint OdinPrint 把这个方法调用一下 它输出的呢 就是这个类似的类似 类似说明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就是那个 O对象本身 是不是 那么换一种写法就是什么呢 比方FAR FFXX 等于OdinPrint 这个地方记住 不是调用 只是个指向 指向改 就是说给那个函数的 复给FF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调用FF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输出的是个undi翻译的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称到 类似的一个软折 记住类似指向的值的软折 有两点 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 类似指向是韵形式决定 不是你冰写代码的时候决定 比方说我们冰写代码的时候 这个类似永远指向是这个O 是不是 如果都是这么简单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专门来讲这个东西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是韵形式指定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看 因为是类似是可以出现在函数里面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出现在传注的话 没什么变化 永远指向是window对象 是不是 在浏览器里面的话 如果是nodeg 指向是globe 是不是 这个就没什么变化 关键是放在函数里面 放在函数里面的话 所有人说就是有函数是谁调用的 在韵形式啊 函数是谁调用的 然后那么呢 这个类似就指向谁 比方说我们再说到这里的话 函数有调用的方式呢 大概也只有两种 一种是像刚才这样 这样直接调用前面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隐含着等价入什么呢 等价入window.ff 这种调用方式 也就是说 运行时决定函数里面出现类似的指向 就是由函数这个点前面这个对象 说等于他等于这个啊 比方说这种调用方式的话呢 默认就是window顶的项 所以说类似的话就指向window 如果如果像这种调用方式 因为这个函数点左边的东西是什么 是O 所以呢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 如果你书写的时候 有类似的话呢 那么这个类似呢 就指向这个O 也就是说第二点 然者 第二点啊 第一点就是运行时指定 第二点就是函数 运行时被水调用 那么在函数里面书写的类似呢 就是那个水 就是这个 也就是顶号左边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这种情况默认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呢 这个地方输出的是一个 暗底范围 如果你在这里加一个nace.name 用这个name的话 就变成一个传句的 是不是啊 比方 global 然后你再调用ff的时候呢 他就会输出global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 基本上把这些东西的话呢 这是一本质上的东西掌握了 你再碰到任何的那个呃 官人类似方面的东西呢 就可以理解了 这是第一点啊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学习另外一个 就是什么呢 这种方式其实是改变了类似的指向 是不是啊 我们还要学学另外一种方式 改变那个类似指向的问题啊 呃我们学的是就是主要是这个 扩和apply这个方法的调用啊 当然现在的ES5的标准的话呢 它多了一个bying的那个方法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呢 我们在本个课程里面是不讲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看一下 我们就用新说那个 扩与apply的这种方式 它是个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啊 比方说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啊 还是以他来说啊 有一个name 有一个print的方法 是不是 让我们把这个 我们在这里呢 就外面写一个 比方说function 它是怎么改变的啊 print a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输出一个什么呢 我们就在concert.log 类似-a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访问那个 成员属性的 中文号的方式 是不是 好 把它输出来 然后输出来了之后呢 如果你直接调用 直接调用的话 你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就直接调用这个print 的函数啊 好print 我们传一个东西过去 name 好 那个name的话呢 输出这是一个global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也不是 nace.name 也能给它附了一个字 就是global嘛 所以这样输出 如果啊 如果你想 把它那个nace的指向改变的话呢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了啊 比方说print 点 括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它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改变的类似要指向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比方说我们要改变指向为这个o 那么你就可以这样写这个o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print函数不是需要有参数吗 是不是啊 它的参数我们就输出一个 输入一个name 其实这款代码就是等价入什么呢 等价入o.print 然后把name传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这个地方 情体是这个 我们把它的函数改一下啊 叫做log 明明明的大家误会 以为这里它生效了啊 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啊 改一下还是保存一下 重新刷新一次 然后log name 啊 在传组里面还是输出globe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是说到那个log.core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输入一个o o号name 回车 然后输出的就是 cg 刚才软硬我们就是已经解释了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 让这个nace呢 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core 就改变了那个 那个本身log书写的时候的一个指向 这就是改变了它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呢 叫做log 比方说每个函数对象啊 这个core apply呢 是函数对象 都会有的东西 它就是apply 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跟那个core呢 是等价的 只不过是传参数的方式不一样啊 为了引识 它 core的话就是一个一个传 比方说这个函数啊 我们把它改一下 有那个两个参数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也写一下 类似钢币 啊 如果我们在这里呢 要调用它的那个 有两个参数的话 比方是内幕 然后ag 类似.ag 我们也把它改成这个 然后再调用一次 好了 输出了global 然后ag有没有输出来 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淡了 有没有问题啊 先检查一下 啊 函数弄了之后呢 我们没有刷新啊 保存看一下啊 啊 然后类似.name呢 就等于global 然后类似.ag呢 等于22 然后我们直接调用 比方说name传过去 ag丢过去 啊 global22呢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引识了一个调用 转换的问题 是不是 log.call 记住啊 这个地方没有括号的啊 call 然后o.do号 然后把name传过去 ag传过去 把这样输出cg 因为ag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是不是 所以不用管它 但是呢 我们主要是这个 引识那个call apply的问题 apply 这个要写上 然后呢 一样的o. 只不过传三说呢 因为apply是接受一个数据的 是不是 就是你这样传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name 然后age 这样传 回车 然后它呢也是可以 唯一的差别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 结束参数apply呢 是数据的方式 call你就是一个一个的传 这是它的差别啊 掌握这些我觉得基本上可以了 大家多练习一下就行啊 今天观众类似的讲解呢 就说了这里 谢谢大家